好了沒 好了好了 OK 來了 沒錯 就是一同開麥啦 在這個小時我們要為大家訪問的 他目前是一個作者 但其實在過去 所有所有的 你應該是說現在線上的一線明星裡面 至少有三到五個 我說是一線 原來其實最早都是他操盤成功的 你看他有多厲害 就是在我們的演藝圈 傳播界裡面非常有名的 其實以前如果有些人有發落到那些明星的話 對我看到他們也曾經釋出過一些好笑的片段 對啊 就是人稱 大家其實都蠻害怕他的 獎哥 獎哥 小獎啦 對我來說她是我的小獎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那些巨星是尊稱她為 獎哥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放的是 蔡依林的五娘 來獎哥 Amy姐好 小獎哥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對獎哥真人 我是蔣陳靜 真人到現場來 我為什麼說 因為以前呢 常常你會看到像 他一手操盤呢 包括這個 蔡依林 然後或是楊丞琳 或是羅志祥 然後最好笑的是 羅志祥以前很愛模仿他 他就會 羅志祥就會拍說 蔣哥在辦公室裡面 坐在他的辦公桌 一台很大的那個電腦螢幕 然後呢 就有人知道嗎 因為他很嚴厲 蔣哥非常嚴厲 但是因為他 大家慢慢會了解 他過往因為他是做廣告出身的 是的 他其實是早期那個奧美廣告 很厲害的廣告公司啊 很多支很厲害的廣告 我們等一下也請他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他操盤的 是 好anyway 所以他就已經很厲害 所以他把這些人做起來 就是他有他的威嚴 然後可是很好笑的是 羅志祥有模仿他 笑到我們快翻了 好想看喔 好想replay一下看一下 我不知道他還找不找得到 還是你完全把他 YouTube應該還有 對嗎 對 大家請上YouTube看一下 羅志祥模仿蔣哥 類似像過年來一個就是 開完好笑的啦 好笑版的 然後他模仿真香 真香 他把他自己就畫上 然後就是說 蔣哥在他辦公桌 這樣 OK 就是那個蔣哥 今天呢就是本人 來到我們現場 對在我們的現場 因為其實呢 小蔣呢他是不接受訪問的 對 其實應該是說他在 不管是逛廣告公司 到後來的這個唱片公司 對 或是經紀公司 經營藝人 他一直都是很低調的 嗯 比較不像少數 我只是要引他笑聲 你懂嗎 我要引他的笑聲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大家聽我介紹到現在 他也沒坑個聲 對啊 我不知道怎麼插話 對 但是我想要讓他 對自然 有點反應對不對 不像有一些經紀人 我必須說他們比他們的藝人還紅 誰在說 誰在說 你知道 我知道 OK 好啦他向來非常低調的 所以其實他現在即使出了他的這一本書 而且是他生命當中的第一本書 嗯 他都其實不上通告的 不上通告的 可既然我跟他有就是 就是我們有一種很巧妙的牽連 哈哈哈 牽連這兩個字嗎 沒有啦 就他前陣子生日 然後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活動 然後呢 我自然而然的就 對很熱鬧 所以呢 我就就就 就成為了我的競選總幹事 對 對 就是愛最大 當然也跟這本書很重要 對 因為我們先告訴大家齁 就是呢 這個 他這一本禮物 禮呢 當然就是禮物的禮 有禮貌的禮 但是禮呢 卻是禮出了什麼的禮 沒錯 他這本禮物呢 其實呢 是有這個捐款的對象的 要奉獻的對象 來 小小你自己來講 捐給愛最大慈善光協會 這個協會主要是幫助 流浪動物 四個團體嗎 對流浪動物 老人 孤兒 跟同志平權 對 四個 OK所以就是說 這個他出這本書 首本書是這樣子 哇 那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 我當然因為跟他很熟 然後看完這本書 我相信我們跟很多人一樣 如果你是有認識圈內人 你會發現很多人其實都 都被這本書就是感動到 一定會感動到 當然呢他這本書也是 一頭拉股有名的人的推薦 那我們就不用再多說了 不要多說了 我只是說他 他為什麼能夠上我們的節目 真的是很特別 是 就是說我們有那樣的緣分 然後他願意 好 那我很好奇 我們先來讓我們的聽眾朋友 認識一下 其實我所知道的 比方說像蔡英琳 像羅志祥 現在都已經是天王天后了 楊辰林 恭喜他 李太太 對 都是超級Superstar 而且都獨當一面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其實這三個藝人 為什麼特別提到這三個藝人 他們都是曾經有在他們的演藝 生命上是有轉折的 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出道就是 大家覺得天才型的藝人 比方說蔡英琳 一出道有些人可能還覺得他同手同腳 類似像這樣子 剛出道的時候 比方說楊辰林 一開始的時候是四人團體 然後就是要紅不紅的 後來有一個低潮 對 比方說羅志祥也是 對不對 羅密歐 是 然後又什麼什麼什麼 到後來 對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好擅長這種的耶 沒有應該是說我 如果葛姐那時候是我的老闆 他如果 葛鳳葛 對葛姐 有任何藝人要簽到我們公司來 我一定都會聊個三到四次吧 聊到我真的 你說在決定要不要簽他的時候 對 我一定會聊到我真的 對他有想法 我真的有抓到他一個很獨特的unique position 是 我才會跟葛姐說 那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我提到這個 剛好都是你感興趣的人 沒有就是那時候跟他們聊完之後 是有抓到他們一個獨特的特點 就是我其實不需要 我跟藝人合作 我不需要這個藝人每一個東西都80分 他其他都可以60分 但他只要有一個90分 我就可以把這個90分放大到最大 一定要看到他們一個特點 所以 所以這些藝人他們的特點不一定相同還是 不一定相同都不相同 可是你真的就在這幾個藝人的身上 對 我找到他有個90分就夠了 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他只有70分都沒關係 哇 沒有人是完美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是你的這個 在廣告公司待過的訓練 有這個敏銳度 對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知道做藝人做商品都一樣 定位很重要 品牌很重要 品牌跟定位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他的定位定清楚了 是 這往後的路才好走 其實翔哥在書裡面有跟我們分享這一段 我覺得他很妙的是他這本書啊 就是說他裡面當然有很多他自己個人的一些的這個 頓悟 頓悟然後他的心得 然後他也真的是他自己的生命走過來 要來跟你分享 但也的確像Michael講 他裡面有很多就是要帶領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你有碰到這個狀況 或你想要入這一行 你其實有一些可以面對 好那我要請教你啊 就是說 比方說這些藝人 因為他們就像我講 本來也不是那麼的就是天生是巨星 但你剛剛提到說 你就看到他們某一些點 我沒有要你抱他們的料啦 雖然說 不是因為你知道嗎 你可以聽得到他其實有很多 碰到藝人這關他其實會有很多官方說法 不會不會不會 還好還好 有點感覺還好 你現在已經不是他們經紀人了不是嗎 對啊所以還好 對嘛 可是你懂我意思嗎 對 那我現在就講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特別是這幾個藝人 那個時候你覺得最困難的點在哪裡 比如說以羅志祥來講 對 羅志祥那時候我接手的時候 是他剛好在做那些綜藝節目 被麵包蟲扎臉的時候 然後呢麵包蟲 他做那個沈玉玲的節目啊 一天到晚被診啊 okok就變成像是搞笑的 搞笑諧星嘛 搞笑諧星 然後那時候呢 我記得第一次 格姐介紹他給我認識的時候 是在錄音室 我去聽他試錄 然後呢 是唱歌 因為我要聽他唱得怎麼樣 對 然後呢在錄音室的時候呢 其實我知道他在錄音室裡面 戴著耳機 但那個麥是沒有關的 然後我就故意跟格姐說 格姐 可是這個金髮的羅志祥蠻抬的 這到底要怎麼做啊 你故意透過這樣來讓他聽 對 那多年以後 大概兩三年以後 他才跟我講說 他其實當時超介意的 因為他覺得 我絕對不能 就是他絕對不能被我 對不能被我看不起 所以他一定要爭一口氣 對 然後呢 可是你又說出了實話 我其實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他 我也覺得他真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後來也跟他明講 我後來也跟他明講說 小豬你一定要相信我 就是說 以你諧星主持人的角色 要轉成歌手 你要給我四張 四張專輯的時間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靠一張就翻身 不可能 就說你要變成歌手 你要讓人家認定 認定你真的不是來玩票的 你真的是來好好做歌手 好好做表演 所以他到第四張金舞門的時候 才上去 我說你一定要給我四張的時間 所以後來你們就話解開了 對 可是我必須講 就是說 你知道 我是你知道解 反正有什麼話就是說 沒錯 這就是Amy 然後小翔現在整個 又要彈開了 我要說有關於台這部分 就真的的確有一塊 比方說現在羅志祥的頭髮也不一定是黑的 可是你現在看他就對 可是他的確中間有一段 他的那個金髮 Anyway就跟我們的金髮不太一樣 我也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要說的是這個 金髮就不介紹另外一個金髮 不是 沒有那就是一種感覺 比方說像我也是染金髮 可是我怎麼就沒有那種台味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I know 所以剛剛他講 我覺得那個是一種 不是光是髮型的顏色 我覺得那是一種 你這個人有理而外 我覺得講哥在講的重點是 你這個人有理而外 你為什麼會讓人家覺得 其實台不一定不好 尤其在現在這個時候 台變很潮 可是那個時候的台 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有點土啦 所以你要怎麼有理而外 讓人家就認定你這個 我說沒錯 超精準 對就是這個意思 超精準 是不是 而且面對藝人不同 你就要用不同的方式 來跟他們合作 我想你就是要用激將法 你就是永遠都要 他試做了 他愛面子 這樣子才能夠達到 可是你又不應該跟他迂回 對吧 不用迂回 就比如說他有一次演唱會 他不是要從一個五層樓高的開場 要從五層樓高跳下來 然後我們在林口租了一個倉庫 然後呢 他要去跳的時候 就一直在那邊 他有點小巨高 但我們等一下都做好安全措施 可是他又愛面子 他又答應要跳 沒有他就在那邊掙扎很久 不給我跳 他不跳啊 對我們就在那邊 等一下你們為什麼要強迫他跳 沒有我覺得那個開場很炫啊 你看這個經紀人 而且他還翹著腿 因為我覺得很炫 聽我說 我可是以身作則的人 然後我就 因為看他實時不跳下來 我就自己走到那個最高點 然後就是羅翔 安全措施很安全 你不要擔心 我跳給你看 我就蹦跳下去了 一跳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腿是有點扭到了 因為你根本沒準備好就跳了 對 但是我就是要裝作沒事 我就立刻站起來說 你看吧沒事吧 但我其實腿痛得要 哈哈哈哈 你們兩個喔 太好笑 可是你知道你要用這種方法去進行 他說連你都做到了 然後他就立刻跳了 就像楊丞琳那時候 倒調唱歌 或者是從小魚蛋最高頂降下來 那個我一定先幫他做的 好我問你 我只有一件事情我沒做到 我現在這樣問 蔡依林 蔡依林的安瑪我做不到 OK但是蔡依林從上面這樣掉下來的那個什麼 什麼彩帶 我都有幫他試 我都有幫他試 但安瑪他真的超強 他真的超強 我們大家是不是很想去看 就是說所有蔣哥做過的這些 對 幕後花絮 幕後花絮 畫面 好啦我們現在來聽的 就是羅志祥的金舞門 OK今天呢在我們的節目現場呢非常的特別 因為呢大家呢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會聽到他被訪問 那就是蔣成靜先生 蔣哥 好那說到蔣成靜先生呢 當然呢他也就是呢 很多線上的一線的這個巨星的幕後的推手 那麼他這次呢推出了他個人 就是他的第一本書 但這本書呢叫做禮物 OK好那這個禮物的物呢 卻是物出來的一些道理的物 OK那的確是他個人從 甚至於是從他的這個 學生時期 一直到他的這個 步入了社會廣告公司上班 後來到這個經濟公司 然後呢 一直到他後來的這個成家 就是說這個 他到他的另外一半 然後呢甚至於發生了一些人生的意外之後 他整個的一些的這個頓悟 然後還到了西藏去轉山 所以說等等等等的 這裏面 你知道我們現在回到這個書 因為剛前面一段很歡樂的原因 是要你們大家認識他是誰啦 是是 但是其實他這本書是一個還蠻有深度 而且是認真的書 我必須講 很serious的 謝謝 對對對 那我們對他認識的人 我要坦白喔 我其實對這個蔣哥認識 因為我們在這圈子裡面 其實我們都認識很多年對不對 然後你會知道他很厲害 然後再加上大家都很喜歡模仿他 就變很好笑 然後呢 然後你就知道 那可是私下碰到他的時候 我的印象是 都是喝醉的時候 對 我的印象都是他酒量不好 我的印象都是他酒量不好 然後因為偏偏姐 又是一個酒量很好的人 然後我常常都覺得 為什麼一個酒量不好的人 卻要常常喝酒 然後常常就不見 就是我對他的疑問是真的 然後他 酒量不好是一種福報 你懂嗎 我懂啦 可是酒量好不也更好嗎 可以喝到很多好酒啊 不用喝到那麼多 就已經很開心了 就已經開心了 對 這個是重點 所以我看到的 又是另外一面的他 所以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就很喜歡他 而且我喜歡他一面是 因為他後來呢 去做了這個一個 特別的designer家具的這個影鏡 那所以你就發現了 他的一些另外一個層面的品味 然後呢我們還 我們還買了很多那種小東西 小蠟燭啊什麼的 對對對 Anyway 那他在這個書出來之後 我必須講我讀完之後 我才發現 我也太不認識他了 我發現我們圈裡面 很多人跟我一樣 發出這種讚嘆 就是說 或是驚訝 曾經發生過很多的事情 我們也太不認識你了 但是呢 我這樣講不是要 不是要讓我們的 聽眾朋友感覺就很懸疑 我只是要讓你們知道 就是說 這是一本就是 真的可以讓你在裡面 有很多重新思考的一本書 你不要搞錯了 他不是我們前面那一段 他不是要爆料那個 藝人的八卦 藝人的八卦 完全不是 因為他已經 就是說退到這個幕後 他已經在成立這所謂的這個 就是 慈善協會 對慈善協會 然後對於四大的這個團體的這個智力 所以你知道在這個書裡面啊 你看現在就回到這很熱鬧 我很喜歡在47頁你講的那個話 而且我非常非常的相信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你說我開始重新看見 而且再次相信相信的力量 我覺得你懂嗎 就是說當發生了一些人生不可預測 而且不可逆的一些重大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你在這個時候讓我覺得 而且你就說只有努力看向光的人 才不會被暗黑的信念給迷惑 是啊 而且那一刻不一定有光 可是你知道你持續往前 因為你遠處是有光的 因為我其實也曾經在我的人生的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我在隧道裡面 可是三號很奇怪 我覺得可能是我的信仰給我有一個力量 就是說 我知道我那是隧道 就是隧道的另外一頭 有光 是有光的 只是我現在在一個我不知道多長的隧道 所以我覺得你在這裡面的那個 就更讓我很 你知道就有碰觸到我自己的一個生命的某一部分 這樣 而且那個就是說你要開始相信 那個相信才會開始 開始相信相信的力量 對 相信的力量 就是說你好像有一天你就抓住這個東西 你就是說 對 對啊 我可以分享一個 我前幾天看一個Netfest的紀錄片 是 也是在講相信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受用 它那個紀錄片叫治癒 就是治療的治癒 療癒的癒 然後呢它主要是在講說 你每一天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正念的想法 沒錯 你的身體就會產生好的細胞 然後才會身體健康 然後它在這個紀錄片裡面做了非常多的實驗 比如說 假設舉例他找了十個有胃潰瘍的人 然後他就給五個人吃了能治療胃潰瘍的藥 五個人吃了一點效果都沒有的藥 但這十個人都以為他們吃了真的能治療胃潰瘍的藥 對 然後再跟他們 於是這十個人後面兩天之後 十個人的胃都好了 對 沒錯 你懂嗎 所以重點是因為他們相信 相信了他吃了有用的藥 他產生了好的細胞 他就治癒了他的身體 所以相信的力量還是很重要 就是一個念頭很重要 我必須說聖經上有兩句話 我不是要傳教 但是我想到聖經上有兩句話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對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是啊 你知道他講得很細到就是說 你那個靈喔 你裡面那個靈 如果是非常極度憂傷的話 你是連骨都要被消化的耶 其實如果你經歷過 你經歷過很多事 你怎麼翻來看去 你就會知道正念是最好的解標 是 所以我很開心就是說 你在就是這本禮物裡面 就是說我覺得這現在也是一個timing 就是說我必須講就是說 等於是小蔣他自己從谷底 再往上爬的時候 當然他還在爬 就是你還在爬這樣子 就像我一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 每個人都有一塊在爬的 我們並沒有就是 我們並沒有就是說 我告訴大家 我有了信仰 結果我就從此這個 沒有 就是我們都還在on the way 但是我們那個on the way的路上 是往上跟往正向跟往光的 跟感受 對 然後再enjoy this moment 就每一個現在跟過程 這個process是很重要的 對 可是你就是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你要願意要往上 那你自然你的身心靈 而且你會帶動身邊的 你懂我意思嗎 旁邊的人啊 會影響到 其實我最近這個書上禮拜五出的嘛 其實最近有 上上禮拜五 上上禮拜五 然後已經有 已經不是不要說了 就是你們就是很難買到 你們可以 真的很難買到 幾刷了 現在已經幾刷 二刷三刷了 因為我有些朋友也是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等好不好 我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就覺得他們非常適合去看 所以我要去買 對 就已經買不到了 很難買到 大家要努力去買 我告訴你 聽眾朋友 我不是要嚇你們 就是說 你們不要 就是說你們 暫時買不到的話 沒關係 你們要等啦 好不好 等他出來 但是我告訴你仔細聽 因為今天我要送出 姐姐付錢的 五本有小獎簽名的禮物 這個書 好不好 讓你們可以搶先看 如果你們買不到 但你們當然市面上還是可以買 怎麼說呢 就是說因為他真的帶給大家很多方法 我覺得這個也是這個 處女座的小蔣哥 必須要出的書 他的書呢 就除了他的感性的那種頓悟之外 他有理性的那部分 所以這要成為一個工具書 否則的話 What for 很難用 對吧 就是說 所以你希望 他很難套用 對對對 所以我說我最近很開心 是因為好幾個人看完書之後的回饋 對我來講 銷量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真的覺得有幫助 沒錯沒錯 這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真的是 ok 這個書珍貴的地方 好所以大家follow了 下一個階段我們要提出問題 然後呢我們要送書 然後呢還有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小蔣這個書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在一開始的開業裡面 他就設計了一個是to 然後from 然後中間就是一個禮盒 其實他希望這本書是 其實不只你買了之後 其實你不用一直買 嗯 你也許看完之後 你還可以把它傳遞給下一個人 送給別人 分享給別人 分享啦 對這這就很特別 對啊就是一個禮物啊 還有一個小地方 就是這裡 對 這是第一本有香味的書吧 喔 我還沒有聞到他耶 就是 就是如果 這是個小禮物 就是如果你去刮這個地方 味道會出來 你就會有個油加利 比較正能量的味道 ok好 所以就在你的那個書封面內葉啦 真的耶 他有一個那個刮 你把它刮了之後會有味道 真的真的 就怕你看了打瞌睡會睡著 所以需要 需要有個提神醒腦 真的啊 那是提神醒腦嗎 沒有啦開玩笑 那是 那是 那是有一個正能量的味道 刮了之後 那時候順便心靈音樂還出來 對 哈哈哈哈 西藏的那個轉身的那個 要要要 那是一個正能量的味道 那是一個正能量的味道 好 歡迎回到一同開麥啦 是今天在我們節目的現場 很特別是這個 蔣成靜 小蔣 那其實我要再跟大家說 禮物這本書呢 它有特別的這個 兩位作者 一個是他自己 另外一個是李小光 那小光呢 就是這個小蔣哥的partner 那他 他在裡面呢 也會有很多他的手寫的這個字條 手紮 手紮 我必須講 我也都完全不認識小光耶 因為他怎麼那麼會寫 而且他是 他是一個文青來的耶 很有想法 他一直都是文青來的 對他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他 愛酗酒的文青 哈哈哈哈 你明白嗎 就是我跟你講喔 各位 各位聽眾朋友就說 我認識小蔣比較鮮嘛 因為大家都是這個行業裡面喔 就是就 那我認識小光是因為小蔣 然後就是在他們的這個餐廳 餐廳裡面 那時候我看到小光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年輕的 就是帥氣的男生 然後呢很得體 然後呢就是在喝酒 很有禮貌 所以不可能會讀出新詩來 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說 就說你就完全沒有看到那一面 結果裡面小光寫了 然後我們後來 我們後來我們也藏到這個小光他們的餐廳 對 我們還在那邊查經禱告什麼 然後他就 呃這個就就服務我們啊 照顧得很周到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有這一塊 所以裡面你會看到他很多的這個手渣 嗯 然後你覺得哇哦 很有內涵 他年紀很輕 可是其實他 他很會寫詞 對 他的那個是很有深度 而且是 他其實對生命看的還蠻透徹 這個讓我非常的訝異 而且因為我之前沒有看他這些手渣啊 因為這是他的影子 所以你也變成認識 你是後來才看到 我知道他常寫東西 但是我不會去看 你不知道是 你不知道是寫的這麼的 就是說對生命的一些的頓悟 或是對感情或是關係的一些 或者是跟我書裡面的連結 我是有嚇到的 對 我是有驚嚇到 好像明明之中 你怎麼會在那個年紀就寫出了這樣的 是 這就是我要講的 的內容 就是他 我到底是有多 對你多不好 不是的 就是你到底讓他有多麼的頓悟 你自己要去 檢討一下 你自己就是說你的這個50年的生命 人家其實跟你在一起16年對不對 17 17 17年 他在那個 就已經完全可以得到50年的精華 你懂我意思嗎 好 Anyway 所以呢他們其實是 就是 所以這個 講哥呢就把這個 跟小光就一起成為這個作者 那這本書呢 他們是要就是呢 有一個已經成立的一個慈善協會 叫做 再說一遍 愛最大慈善光協會 對 所以呢把小光的光也在裡面 的確他也是需要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夠從這本書 去找到你的光 找到你自己的光 好 我們要送書 讓你出題目 出一個我們剛剛都聊過的 八卦也行 什麼也行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不要給我出很嚴格的 或是很嚴肅 不是嚴格 你不要給我出很嚴肅的題目 就是只要我們剛剛前兩段 有聊過的 甚至於是好笑的都可以 因為我只是要測試我的聽眾朋友 你有從前面聽到現在 你才嚴格吧 你才是女檢察官吧 不好意思 我月亮再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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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你要從前面聽到現在 你才會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請你們到 而且我們現在才開始 就是說 現在才會po上去 在我們的臉書 依童看麥拉的臉書 我們自己的臉書粉絲頁裡面 你在那邊回答 而且呢 還有 你不只回答正確 你還要再轉貼 懂嗎 就像這個禮物要不斷的傳出去一樣 好不好 你不只要在下面回答正確 你要把這個再tag 然後再轉貼出去 就是我要 然後呢 我們要在裡面 就抽出五位 五位幸運的聽眾朋友 你才可以得到這個禮物 而且是有小獎親筆簽名的 就是簽的是今天的日期 是 好不好 好謝謝 那我想出簡單一點 當然簡單一點 可是就是我們前面有 我知道我知道最簡單的 就是剛才主持人有播三首 這三個藝人的歌曲 都是我跟他們合作時候的歌 對 可以把這三個歌名寫出來就好了 好 三個藝人 他合作過的 我們不能再重複告訴你是哪三個藝人 其實他合作過藝人還蠻多的 很多 但我們今天播的剛好是這三個藝人的 然後那三首歌的歌名寫下來 好不好 然後同時當然你還要再 在這個 轉發 那這樣子我們會從裡面 抽出五位幸運的聽眾朋友 然後就要把這本禮物 很珍貴的禮物送給你 然後我發現 就是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 就是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真的 不知道說我們碰到的困境 他會帶我們到哪裡去 嗯 在當下 嗯 那我 我覺得 我很謝謝這個 呃 講哥的部分是說 他很真實 而且願意跟我們分享 的完全把他那個時候的 的碰到各樣的困難 的真實性 完全呈現在裡面 所以真的很不簡單 對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朋友 嗯 就是說同志朋友 我必須講我們很多同志朋友 其實有被他嚇到 嗯 就是說 就也完全不知道 竟然有那一面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麼珍貴的 這麼赤裸裸的一個 把自己完全的這樣子 呃交付出來 嗯 那你一定可以在這個書裡面 找到真的屬於你的光 嗯 可以領悟到 對 所以我們也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持續的那個 那 我可以再有一個要求嗎 是請說 就是我們下次不要再聊這書 我比較想要再跟你聊別的八卦 哈哈 我還來啊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他想說我才不會再被你騙來 以後講這個 我不敢再來了 哈哈 你懂我意思嗎 對 完全不敢再來了 等一下 那我們不要講藝人 我們講別的經紀人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來講那些 就是 失格的經紀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愛出風頭的經紀人 Who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他啦 現在就是我被告了吧 哈哈哈 好啦謝謝小家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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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